9月9日,张艺兴,张艺兴工作室,一星娱乐,一星娱乐CEO杨天真先后发布,宣布达成合作,将组建新的团队,在张艺兴的人品牌运营,演艺事业,野生品牌八级音乐创作等多个领域形成合作关系。 张艺兴,2012年EXO的身份正式出党,2015年4月8日,EXO所在公司SM公司宣布,为张艺兴在中国成立个人工作室,这也是SM首次为中国籍艺人成立个人工作室。张艺兴将事业重心转移到了国内。 一星娱乐CEO杨天真表示,和张艺兴只见过三次面,就决定合作了,张艺兴和杨天真聊过知识付费平台的经济学内容。 还有杨天真能不能遇到一些经济学家聊天?由此,杨天真感受到了张艺兴的聪明和野心。 其实,一人换经济公司,或者和经济公司合作,都是很正常的事情,但张艺兴和一星娱乐合作却不太正常,因为一星娱乐是陆寒的前经济公司。 2018年2月28日,陆寒刚刚和一星娱乐圆满,不在市区,而是自己开了一个工作室。 为什么陆寒看不上的经济公司,张艺兴反而要和他们合作呢? 难道张艺兴羡慕陆寒的发展,所以想走陆寒的道路? 非著名于平人无亲公指出,陆寒之所以能参加奔跑吧兄弟,的确是一星娱乐的功劳。 陆寒离开一星娱乐之后,公司业务并没有衰退,而是越来越好,因为杨天真不是单客陆寒打天下。 其次艺人还有陈寒,马依丽,张雨晴,赵又婷,朱亚文,宋家,春夏,白宇,李贤,欧瑶娜娜的,而陆寒离开一星娱乐之后,发展版呢不如从前了。 现在一星娱乐和张一星合作,陆寒会不会后悔? 毕竟陆寒和张一星太像了,多了一个竞争对手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